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跟你一样 就是你如果不仅仅需要物质 他就不仅仅需要物质 还有一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 给别人物质以外的东西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比如他没有受过美学的教育 但是呢他有他当地的美感 对于不同的东西 然后你如何使他的那种审美 他用新的那个东西 然后转换为一个艺术作品 并且能够被接受 这个也是 如果能够真的让他的东西 直接成为作品 那是更好的 而不是说他们完成我的想法 所以需要这么一个转换 其实我就是想在中间 做这么一个桥梁 高端的艺术品市场 和他们的这种 其实是很宝贵的 这种纯手工的工作之间 和他们那种朴实的美学之间 做一个桥梁 有的时候也不那么难 你比如说我们做那个纯单色的那个 绣花鞋垫 把它变成花环 比如说纯白色的花环 刚开始他们就觉得特别逗 刚开始我没去的时候 我说你们先开始绣 我说你们在白色的那个鞋垫上 绣白色的花 我去了以后 没人在白色鞋垫上绣白色花 他们总是在白色鞋垫上绣一个淡粉色的花 或一淡黄色的花 他们说怎么能够在白色鞋垫上绣白色的花呢 我说你试试 因为你那个线和你那个布不是一个质感 然后就是 其实转换并布不是需要很大的变化 要看到他们的美学和这个奢侈品之间的共性 比如说手工 纯手工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作品做的过程中 是非常非常环保的 如果脏了的话 我们是拿那个旁边那卖馍馍 蒸馍那店里的那个馒头热唱 让他们蒸好了 马上给我们拿过来 擦完了以后 那个把那作品就擦干净了 剩下就是浅灰色的那些馒头球 然后隔一锁垫袋里回家就喂羊了 没有化学的东西 对 因为什么叫奢侈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在西方 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追求的奢侈 很多是最纯朴的东西 如果你相信在这两者之间 一定有一座桥的话 你就有可能成为这座桥 首先手工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那个比较环保的 没有化学污染的这些东西是宝贵的 然后人的创造性是宝贵的 那他们有最好的手工 就是最纯朴的手工 我呢可以融入一些独创的东西 那我们在一起就有可能创作出 我们的奢侈品市场需要的这种 最奢侈的东西 这就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也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的作品最后卖的也是 比如那 就是他们的几十倍几百倍的价格 挺难得的 所有人都没说过他坏话 就是那么一个人 然后他病得已经都 就是晚上 他睡不了觉 你知道吧 他得每天半夜跑出去 跑出去 精神上的问题 半夜跑出去 然后他就是因为我是会稍微特别照顾一点 他因为他确实比较艰难 然后他就自己给我手工做这个鞋 然后每次我最艰难的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就是当时有一段时间 觉得就干不下去了在当地 然后我记得我在旅馆里 我就抱着这双鞋 就是我最后的救命到头 如果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真不知道 为什么要自己还要再坚持做这个项目 因为有很多复杂的那个 这个关系啊 包括民族问题 包括这个 各种复杂的问题都在里面 是艺术之外 所以这个 这个确实是 一个非常好的纪念 他们家那个有三孩子 然后现在三个孩子都 一个当兵两个上大学 还不错 真是教育的挺好 你看他自己也没什么文化 但是做人真的做得挺好的 其实大多数人都挺好的 真是 他们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 买的新衣服来北京 都是走之前 现到城里去买的 为了来北京 你看这些衣服 都是他走之前那一天买的 你知道吧 他们很多人都是那个 特别逗 就是不光没坐火车啊 就是就很多很多 他们人生的第一次 比如说那个在咱们这儿哈 就上那个比如商场 然后坐那电梯 他们会特别紧张 就是直梯和鞋的那种电梯 他们都不敢坐 然后要准备很长时间 然后服好了 然后才能坐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旅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所以说这个要不是第二的帮助的话 这些人能有一两个人来过北京 然后基本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没有坐过飞机 然后对我觉得对于他们这种人生的经历来讲 可能是比对于我们的项目的支持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是因为有了第二的支持 所以才使得他们这种 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人生经历吧 如果我们把它的设计变一下 比如说我们那个其实很多作品就是用这个 你知道有一个银河的作品 蓝的那个白色 普通那千层底不一样 它这打疙瘩的 它多少根线 打出疙瘩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用它这个工艺 然后做那个抽象的那个 就像画一样的那个製品 他们会特高兴 就实际上就是因为 因为他们那儿挣钱挺不容易的 他们会觉得就是以前他们做那鞋垫 确实是他们把他们的传统东西拿到北京来 在展览上他们也给别人看他们那小东西 他们试图50块钱卖一个 因为他们觉得至少值这个钱 但是没多少人买 就是他们会觉得 不是说我们那个东西真的说 因为在当地有的时候 外面来人会100块钱200块钱买他那个东西 其实是一种 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失所 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会觉得艺术很神奇 因为我们换了一种形式 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那个手工不要求那么 不要求像修这个那么费劲 然后呢工作时间也没那么长 但他们得到的更多 对如果艺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我觉得也算是艺术有价值 对就是我越来越觉得 就我没什么权力去扶 你明白吗 就是这个名字本身就有问题 就是你扶贫的概念就是 你在高处人家在低处 这名字本身就是当初觉得 因为你叫什么呢 你叫艺术什么呢 就是你说不清楚如果用简单的一个词 但是扶贫这个词确实有一种 其实他们给了我很多 如果没有他们的传统手工艺 我有些想法是不可能成为作品的 对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交流 是一个平等的交流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所谓慈善类的这种项目吧 就有很多共同的问题 就是我认识了一个 我当时认为是我的一个偶像的那个人 他自己有工作有那个什么 他都把那公司放去 然后他骑自行车去中国所有的那个农村 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的那个农业的问题 然后做这些工作 然后写了一本书叫梁民 梁氏的梁民 然后我看他那书看得特感动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 同路中的但老师你知道吧 然后特崇拜 然后觉得真是了不起 他确实非常难 我们就在一个地儿你知道吧 他是一村一村的 这儿解决一个问题 这儿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帮助到处找钱 然后直接帮他们 确实做了很多很多实际的工作 但是后来我发现 就是因为接触的多了 包括身边的 他的朋友 我们接触多了 我发现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非常高尚的 或者说对这些东西的背后 都是有另外一面 如果他把这个爱给了 他身边他最该给的人的话 他会没有成就感 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会有这个问题 那个东西能让他有一种 巨大的 圣人感 但是他身边他自己的 那个该照顾的人 他都不管 就那样 但你说这个是无私还是大私呢 我跑到那么远去 做一个所谓的光鲜的 艺术扶贫的概念 但这是不是我的一个 主观的觉得 哎呀这样会显得很了不起 很棒的一个项目 很好听 很伟大 对我有一个朋友 跟我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就没有照顾好他 然后我在做这个展览开幕的时候 他就不理我了 然后我就在想 我这么好的朋友 居然能不理我了 然后我还在说什么 我在跟别人讲 我在做什么善事 我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这些所有的事情 让我重新开始考虑 这些东西 是 其实所以刚才你说 我们怎么帮助别人 我觉得我们把自己弄好了 就不错了 我觉得有些老百姓 其实特别了不起 就是有些人 他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因为咱们不知道 因为他不需要咱们知道 因为他做那些事 根本就没想让人知道 其实那种人 我倒觉得挺了不起的 其实我们只能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不过做这些人 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 如果不是做了这些事 我现在可能体会不到这些东西 对 但每个人都可以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一个扫地的跟艺术家 没什么区别 真的没什么区别 如果他真的用心做了这件事 他最后得到的 都是一样的东西 Dare either 你抢个人 你抢个人 编 αλλά 是 这 profes begin 在哪里